全港各地都有活動慶祝聖誕 在蘭桂坊不少市民去慶祝 餐廳有特別救私吸引顧客 有餐廳負責員說預計今年聖誕節期間 營業額會維持在百分之五至十幾日增幅 莫志瑩報導 又到聖誕 蘭桂坊人山人海 爐牌都換上聖誕裝 這些指定動作不少得 今年聖誕除了聖誕帽等的裝飾 更多了這位新主角 我覺得去到哪裡都 其實黃色有特別的意義 其實不用說出來大家都知道 我覺得去到哪裡都可以舉著這把傘 而不需要特別交代 也有遊客專程來到這裡過聖誕 這些景很不一樣 然後特別來蘭桂坊這邊 是因為聽朋友說這邊很好玩 然後第一次過來 所以覺得這次聖誕節過來 就是特別過來看一下 餐廳別出心裁 出盡法寶吸引顧客 這杯就叫做 Be Married 即是預眾何樂 開心的意思 那這個就是 Old Year 即綠的意思 那都是配合聖誕節的命令 南桂坊協會說 今年餐廳愈約的速度比往年慢 但是預計營業額會上升5%至10% 11月尾左右 那些預訂購已經很快的來 但是其實今年差不多要12月中 第二個星期才預訂購 才能慢慢有一個很明顯的增長 相信是因為經濟明顯有一些放緩 再加上那個佔中之後的氣氛 大家出來玩那個心態可能有於以往 對於有支持佔領團體打算在節日搞救物團 他們相信警方會處理 不擔心生意會受影響 由於佔沙咀廣東道取消了聖誕到送活動 所以協會估計來到南桂坊慶祝的人數 會比黃年增加大約一成 NOW TV記者莫子盈報道 除了